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我目前在用的5把Mac键盘 其中4把是Apple的亲儿子 唯一一把不是苹果的,就是Misto的机械键盘 而在这5把键盘当中,有3把是蓝牙无线的 剩下2把是有线键盘 那我们就从推出的时间先后顺序来看 第一把键盘是Apple的Keyboard,型号是A1242 这是一个有线键盘,稍微有一点重量 到现在这个键盘大概也有10年了吧 所以有些地方都泛黄了 而且这个键盘泛黄的程度也非常不平均 金属边缘有很多碰到撞到刮到的痕迹 而且键盘的F8还有数字8的边缘也有一点变形 不知道是不是我哪一次用烙铁的时候有碰到 所以还有一点wookie啊 但是实际是怎么样我真的不太记得了 这个键盘很特别的就是它下方有两个USB-A 当然以当时的速度当然是USB-2.0啊 所以这个接滑鼠还是蛮方便的 虽然它是目前手上最老最老的Mac键盘 但是这样的键盘其实拿来安装Hagintech 和苹果的时候会方便非常多 因为在做黑苹果的时候 一开始可能蓝牙它是坐在网卡上面的 有时候你网卡的驱动没有装上去或是有问题 那用无线键盘就会非常麻烦 反之如果是这把有线键盘 不管是要进BIOS还是要进MacOS里面都很方便 第二把是Apple的Magic Keyboard 型号是A1314 这把无线键盘当时有两个版本 主要差异是在F3和F4的键帽上面 那我这一款是有小改款后的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F3还有F4 跟我们现在常看到的Mission Control 还有Launchpad是完全一样的 那这款键盘的状况保存也还算可以 没有太多刮痕 平常我也很少用 基本上真的就是白折而已了 那这个键盘的设计也是相当前卫 许多电影当中都还会看到 它的两侧分别是电源键还有电池盖 那电池盖用指甲或是硬币就可以打开 电池盖本身也是一个金属的 就像一个螺丝一样 所以它用起来就像是一个比较大号一点的螺丝 论缺点的话 就是它是吃两颗AA电池 尤其同时期的Magic Mouth 还有Magic Trap Pad 也都是吃AA电池 然后我觉得还蛮耗电的 就会觉得每个月都在帮这些键盘滑鼠换电池 还蛮麻烦的 第三把是Apple的Magic Keyboard第二代 型号是A1644 这代用起来就是真的非常爽了 电池续航力长很多 久久才需要充一次电 而且用桌上的lightning线就可以充电了 不用一直买AA电池 即便完全没有电也没有关系 只要lightning的USB线插上去 它马上就可以直接用了 或是要接其他的Windows、Denux 一样lightning的USB线接上去 也就可以用了 然后键程也变得更薄 更像笔电的手感 然后重量变得非常轻 键盘变得非常薄 不过相较以前键盘 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倾斜角度 现在这一款的倾斜角度就非常小 但是笔电又习惯的话 其实也蛮适应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坏 那第四把跟第三把键盘 其实它们型号都是一样的 都是A1644 都是Magic Keyboard第二代 但是差异就是在键帽的部分 这一把是跟着iMac的时候一起进来的 那这一把当时有说 我们是用全英文的键帽 那我觉得 全英文键帽看起来比较干净 比起中文上面有注音啊 有苍结看起来就比较乱 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英文键帽还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对我来讲 我觉得最好就是要键盘背光 然后不要有任何的印刷字样 就完全不要有 反正我都盲打了 我根本不需要看这些上面的字 然后补充一下 像这个第三把第四把的A1644键盘 它的止滑电还蛮特别的 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还不知道它怎么做到 就是它表面都不太容易沾脏 它都会把脏屋排到旁边 所以翻来底部看的时候 这个脚垫都很干净 但是它周围会有一点脏脏的 那另外就是你翻到背面看 就会发现这个键盘 它的塑胶底部都会有很多刮伤 那其实就是因为这个键盘很薄 它跟桌面的距离也非常非常薄 所以常常莫名其妙 底部就会有一堆刮伤了 还蛮可惜的啦 然后这个键盘真的是很轻很薄 但是它也很软 所以如果你稍微暴力一点 你可能扭转这个键盘一下 马上就可以看到它在变形了 第五把是Misto的MD870 这把键盘 我看正常人应该也没办法把它掰弯了啦 它这个外壳这么厚 全金属的 那有时候无聊压力大的时候 就戳两下那个轻軸的声音 真的是非常舒压 不然现在直接来戳几下看看好了 哇这个声音真的是很爽 MD870它采用的是Cherry MX的 那就跟苹果键盘近年常看到的 这种薄模式键盘 真的是天壤之别完全不一样的属性 像这样有时候长时间打稿 就希望有一点强一点的回馈 用触觉还有听觉的反馈来刺激一下精神 那我觉得用这个键盘就完全有达到这个爽度啊 而且呢它是有键盘背光的 是目前我手上所有Mac键盘里面 唯一有键盘背光的 那另外呢就是在按键方面也是为了方便 苹果使用者的设计 所以快捷键都是可以支援苹果的 实际呢我目前用下来也有两个例外 不过也都是有解决方法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F4的按键 那预设原厂回来的时候 它是不会有任何反应的 但是你只要到设定里面设定就可以了 所以首先就是到系统偏好设定这个App里面 然后找到键盘这一栏 然后进去以后选到快速键这个分页 然后在左边的这个快选的栏位里面 找到最上面的启动台与Duck 然后在里面把第二个 显示Duck这个把它设定为F4 这样就可以完全达到跟Mac一样的效果了 第二个就是我平常会按一组快捷键 那它的用途就是把电脑萤幕关闭 那苹果的说法呢是让显示器进入睡眠 那这个按的方法就是在键盘上按 Ctrl Shift加adject 那如果是在笔电上就是按 Ctrl加Shift加Power 那这个功能在MD870当然就没有办法做到了 因为它既没有Power键 它也没有Eject这个键 那我目前的解决方法 我觉得也非常好用 给大家参考 首先就是到Setting里面 那Setting就是刚刚讲的 那个系统偏好设定这个App 在Setting里面的Mission Control 中文叫指挥中心 然后在左下角可以看到有一个按钮是热点 然后点下去后会发现它有四个区域 那你就选一个你喜欢的区域 然后在它的下拉式选单里面 把让显示器进入睡眠这个点下去 然后按好就已经可以设定好了 那我目前就是用这种方法 所以当我想要让显示器睡眠的时候 就是把滑鼠移到一个角落 然后我就可以达到相同效果了 就不要再去按快捷键了 哦对了 还有一点漏奖就是它的键帽印刷是在侧边的 就是侧客的按键 所以它的顶面就是完全空白的 看起来就觉得舒服非常多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影片 可以在留言告诉我们 也可以按赞订阅Enterbox 以实际行动帮助我们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Enterbox 请不吝点赞订阅Enterbox